哇塞 这个车开的好啊 开到花坛里面去了 哈哈 重庆的司机就是牛啊 怎么那么牛啊 金海湾滨江公园 今天停车就停这里了 这里是江边 咋了 这个车没有侧牌 无法识别是吧 这里面停了很多房车 找个位置停 找一个安静一点的 停这里 就停这儿 OK 今天在重庆就在这里录营 我发现我晒黑了 脸怎么突然还黑了这么多 难道高原反应之后还有岩石呢 这是江边 停在江边 你看这个风景咋样 夕阳 这是重庆当地朋友推荐的 肯定没有问题哦 好 这地方还可以啊 停车场 我要去先找一下那个卫生间 免得晚上回来不知道在哪上厕所 黑乎乎的到处要找 这里还蛮多房车的 房车 房车 那边那边那边一排全都房车 嗯 挺好的 我真的感觉重庆这边 对房车的包容度还是挺高的 随处可见这个有房车基地 ok 准备一下 准备一下 见我的重庆老朋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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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的老朋友 大家老观众应该知道了 能猜出来了吧 就是我对面的小雨同学 我们在南江遇见的 然后就一直有联系 是北江 北江 南江也去了呀 是去了呀 北江认识的 对对对对 然后呢 这次应该感谢小雨同学 我的这次穿上行 包括川西小环线 所有的行程 就全部是他在幕后给我做的支持 对吧 下一步去哪儿 明天去哪儿 玩什么吃什么 成都吃什么 都是小雨同学给我推荐的 就是非常感谢他 今天这是走318 回武汉要路过重庆吧 所以我必须过来和他见面 请他吃饭 就是这样的 然后他带我到了这个 非常有情调的一个地方 是吧 他说环境特别好 但是这里有音乐啊 因为有音乐版权的原因 我可能就拍的不是特别全 就是这样的环境还不错 嗯 哈喽 哈喽 餐厅出来以后就一路的地摊经济啊 这一摊我也听说一天一百块钱是吧 很红火啊 大家看一下 我们小雨同学说 重庆这里有很多这种地摊经济 然后里面还有很多网盒 这个也是网盒 是吧 直播吗 它在 棉花糖啊 哎 这个棉花糖还能发光啊 又学一招 对啊 对啊 我有个一千多块钱的棉花糖鸡好不好 我卖十五块钱都卖不出去 天哪 十五块钱的那个花样棉花糖都卖不出去 没人要 对是的 有道理 那卖个多少钱 刚才应该去问一下 哇 人气很旺啊 刚才走过去的美女 重庆美女也很多 这里能够 这里能够看到美女吗 比较多吗 这重庆看美女在什么呢 看 九八 哪个女生 榨汁的吗 哇 直播 这旁边有个套圈的 有个高手套了这么多娃娃 这么大的熊怎么套到的 套了三个四个娃娃 厉害了 你们是一起的哈 高手哈 哈哈 不是的 不是人 哈哈哈 这么快就套到了 哇 这个女孩 她指哪个打哪个 不会吧 不会吧 没有啊 呦 中了 中了 这么厉害啊 真是来救活来了 哇塞 这怎么拿回去啊 这里是重庆银行聚集点 CBD 这什么桥啊 龙花园大桥 嘉宁江怎么干成这个样子了 就那边了一点点了 那个 天呐 真的可以走过去了 玉璃吧 那个是 没有 好像十把呀 天 天呐 上面有霸 是不是上面有霸 有 诶 那个最 最热闹的地方 是吧 红腰洞呀 你可以拉近一点 拉不过来 哇 这个嘉宁江的水 刚枯的挺惨的 嘉宁江这块 要是有水的话 对面 这个水波纹 有一定的倒影 就挺好看的啊 现在就 这个角度看的就 不太好 就差一点那个意思哈 其实这个角度蛮不错的 这上面走的是轻轨 又换了个角度啊 这个角度是不是还好一点 对面很热闹啊 往后打卡铁 在这个江对面就能够听到对面的嘈杂的声音了 我发现只要是 长江边的城市啊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 大家都会在 都特别喜欢江边来逛 这摆摊的江边这里也有 又摆了很多摊位 就是 低摊经济一样的哈 因为有人留嘛 那边是来福寺 对吧 那是来福寺吧 好多啊真是 这边收个摊位费 我 我觉得好像应该不会收的 但是这边消费能力好像没得变好 这边很多拍照的 都是拍那些艺术照 和那个红牙洞 红牙洞做一个背景 然后将这边这里摆摊的人更多了 都是摆地摊 而且全不是年轻人 多年轻人 没给钱 石头剪刀布 赢了免费吃摩托 可以玩酥儿子 哈哈 剪刀石头布 赢了可以免费吃是吧 这个创意挺好的啊 对啊 对他的菜拳要很有信心才行 只要你赢了 你肯定是要买的 你就可以吃呀 不用买呀 嗯 39块钱的这个衣服 还蛮多年轻人买 这重庆的楼梯爬是冷的 这么长的楼梯呢 终于爬上来了 不容易啊 去江边的游客 我知道重庆 锻炼身体的一个城市 去江边的游客 请执行 此路口已广共 走上去江边的游客 请 大剧院 此路口已广共 小语同学带我出来拉链 有氧锻炼 刚才不是看到嘉宁江水不是没有吗 就拍那个红牙洞不是特别好看 然后他跟我说 只有他们当地人知道的 一个网红打卡点 这是在中国农业银行的对面 因为农航这里有一滩水 这滩水这里呢 就可以拍 这个倒影 那边是来福寺 全部可以拍了 这个角度不错吧 我上次来重庆都不知道 这个点 还不错呦 而且这块人也很少 没什么人 我们小语同学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重庆人 我总感觉他有重庆的自豪感 长期不符成都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是这种感觉的 没有说福不福更有特色 哪有啊 我觉得是这样的 你感觉 越来越方方面面 重庆都比成都好 你刚才说的熊猫不就是了吗 我们确实是重庆渡园是住多的 科普一下哈 很多人说让我到四川去看熊猫 我熊猫不是没去吗 挺遗憾的 因为那个熊猫培育基地就是花花 最有名的顶流 他们别人说七点钟就要去 然后排到中午十一点钟才能够看到花花 我觉得我起不了 那么早的早床 所以就没去 我头一直听说 重庆熊猫数量居然比成都还要多 而且是全球最多的 是吧 你再解释一遍 重庆动物园育有的熊猫是全球最多的 支数有二十多只 二十多只 四川不多吗 四川不就有卧龙啊 它是分散的嘛 就是单独的一个园里面 单独的一个园里面 我们是最多的 二十只就是比较多的 不是一省来计算的 那那个 那个花花的培育中心不是也挺多的吗 熊猫基地嘛 熊猫基对啊 那有多少只 那有多少只我不知道 反正没有我们多就玩了 这是一个冷知识 对我真的我也是刚刚听他说出来觉得 这个需要科普一下 以后有机会大家到重庆来啊 也可以到重庆 动员是吧 去看 只要二十块钱的门票 这么便宜 那个 成都好像是卖 八十啊 对熊猫基地是八十 然后进去好像还可以坐观光车 是要另外付费的 就成都那个 对对对是 又科普了 重新来看大熊猫啊 还有白虎哦 白虎 对还有白虎 小雨同学觉得是成都 城市的旅游代言人 重庆 我是重庆的 重庆代言人 我刚才说什么呀 成都了是吧 哎 哎 抱歉 抱歉 这是个体力活啊 好了走了 拜拜 拜拜 小雨同学走了 啊 我回到车里面了 今天流浪 今天在重庆 这个嘉宁江 什么公园 这里流浪 坐坐了 车少很多哈 对面堂车里面都有人 好了再见咯 再见咯 拜拜咯 拜拜咯